企图为丹厄十月 晋玄义敦赃 凡三年有期 君王下真名五年 吉卯 公元九一九年 冬十月 出盟为楚州团恋史 晋王如魏州 发图数万 广得圣北城 日与良人争 大小百余战 护有胜负 左摄君使时 晋堂与良人战于何软 良人积晋堂 断骑马甲 横冲兵马使刘之源已所成马受之 自成断甲者徐行为殿 良人已有福 不敢追 据得免 晋堂已是亲爱之 晋堂 支远 其先皆沙陀人 晋堂 李四元之序也 流寻为章 万晋于眼周经年 城中微炯 晋王方与良人战和尚 力不能救 万晋遣亲将流处让启师于晋 晋王未知许 处让于君门截尔曰 苟不得请 生不如死 晋王一知 将为出兵 会寻以图眼周 足万晋 乃指 以处让为邢台左萧位将军 处让 苍州人也 十一月 五五宁节度使 张重寇安周 丁丑 以流寻为太宁节度使 同平张氏 新卯 王赞隐兵至七城 于李四元战 不利 梁筑磊筑梁筑于潘彰 据阳村五十里 十二月 晋王自江旗 兵自河南岸西上 邀旗降者 俘获而海 良人扶兵于要路 晋兵大败 晋王以树其走 梁树百旗为之 李绍荣时其旗 丹旗奋机就之 谨免 勿须 晋王父与王赞战于河南 赞先生 或晋江时君丽等 祭而大败 成小舟渡河 走保北城 师王万计 帝文时君丽永 欲将之 戏于欲而后享之 使人又知 君丽曰 我晋之败将 而为用于良 虽结成孝死 谁则信之 人各有君 何人返为愁愁用灾 地游西之 晋沙所或晋江 独至君丽 晋王成圣遂拔谱 阳 地兆王赞环 以天平节度使戴思远戴为北面昭陶使 囤和尚已聚进人 己有 属雄武节度使今中书令王宗郎有罪 削夺关绝 父其姓名曰全师郎 命武定节度使今中书令桑红至讨之 无尽民私处兵器 盗贼亦凡 律使台主部经兆卢书上言 金四方纷争 以教民战 且善人为法进而兼民弄干戈 誓欲言武而返昭道也 以团结民兵 使之习战 自卫相礼 从之 君王夏真明六年 庚臣 公元九二零年 春 正月 雾晨 属桑红至克金州 职权师郎 现于成都 属主是之 无章重公安州 不客而还 重在卢州 摊报不法 卢江民宋县令授求 徐之告遣世 欲使之杂世 杨庭世网案之 欲以微崇 庭世曰 杂端推世 其体致重 职业不可不行 之告曰 何如 庭世曰 现系张崇 使利如生州 不择都统 之告曰 所案者献令儿 何至于是 庭世曰 献令微官 章重使之取民才转现都同耳 岂可设大而解小乎 知告谢之曰 故知小事不足相反 以示意众之 庭世 权州人也 晋王自得卫州 以礼建即为卫博内外衙兜将 将银枪孝结兜 建即为人中壮 所得赏赐 西分士族 与同甘苦 故能得其死利 所向立功 同列即之 患者为令途间建即君 赠于晋王曰 建即以私财咒诗 此其致不小 不可使江崖兵 王遗之 建即之之 自是无他 行之自若 三月 王霸建即君子 以为代周次使 汉阳洞前请立学校 开供举 涉全选 汉主言从之 夏 四月 以汉 以上疏佑 成礼其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 其 挺之地也 姓书 书郡 携赵炎 张汉杰之事 波通贿赂 萧晴与其同为相 请紧密而阴似其短 久之 由以社官求是者 其者改设为首 请奏之 必大怒 欲留其远方 赵 张左右之 直罢为太子少保 和中节度使既往有千以兵洗取同舟 逐中午节度使成全徽 全徽奔大梁 有千以其子令得为中午留后 表求节悦 必怒 不许 继而具有千愿望 己有 已有千兼中午节度使 至下 有千以求节悦于晋王 晋王以末至除 令得中午节度使 吴宣王众后功课 徐温父子专政 王未常有不平之一行于颜色 温以世安之 即建国称至 由非所乐 多臣隐先时 遂成寝集 五月 温自金陵入朝 亦当为四者 或西温一言言曰 属先主为五侯 四子不才 君一字取 温正色曰 吴国有义取之 当在朱章号之初 启至今日邪 使阳世无难 由女亦当立之 敢妄言者斩 乃以亡命迎丹阳公普坚国 习普兄蒙为书州团练使 己丑 宣王祖 六月 悟深 普及吴王位 尊母王室约太妃 丁寺 属以司徒间门下侍郎 同平章使 周祥同平章使 冲永平节度使 必以太宁节度使 刘巡违和东道昭陶使 率敢化节度使引号 敬盛节度使 温昭图 庄宅使断宁公同周 润月 庚深朔 属主坐高祖园庙于万里桥 率后非 百官用谢为坐古吹记之 华阳为张世桥上书见 以为非礼 属主怒 欲诸之 太后以为不可 乃萧官流离州 世桥赶愤 赴水死 流巡等为同周 朱友谦 朱友谦求救于晋 秋 西月 晋王前李存沈 李四昭 李建吉 慈州次使 李存志将兵就之 以卯 属主下赵北巡 以礼部尚书兼成都引长安寒昭为文思殿大学室 位在汉林城纸上 赵无文学 以便宁德信 出入恭敬 就属主启通 徐 八 集数周次时迈之以迎居地 属主许之 使者之属之将亡 八月 护臣 属主发成都 被金甲 贯朱茂 执宫使而行 经其兵甲 更百于礼 落令段荣上言 不宜远离都亦 当为大臣征讨 不从 九月 四安远城 李存神等至和 中 即日即和 良人素清和中兵 每战必穷追不至 存谁选金甲二百 砸河中兵 直押流寻磊 寻出千奇竹之 知尽人已至 大京 自是不敢轻出 尽人均于朝义 河中是良久 将是皆持两端 诸君大吉 除肃永贵 有千诸子说有千且归款于良 已退其诗 有千曰 西晋王亲赴无极 丙竹夜战 金方与良相聚 又命将兴行 分我资良 岂可负邪 近人分兵攻华州 坏其外城 李存神等岸兵磊寻 乃进逼流寻磊 寻等西众出战 大败 收于众退保罗文寨 又寻于 存神为李四昭曰 受穷则薄 不如开其走路 然后击之 乃遣人目马于沙院 寻等萧顿 追击至未水 又破之 杀祸甚重 存神等一席告遇官佑 引兵掠地至下归 夜堂地灵 枯之而还 河中兵进攻重舟 敬盛节度使温昭图甚聚 帝使公奉官斗为说之约 公所有者华元 美元两县尔 虽明节度使 十一阵将 彼之雄藩 岂可同日于也 公有异域之乎 昭图约 然 为约 当为公徒之 即教昭图表求 一阵 必以汝州防御使华温齐全之境圣留后 东 十月 新有 淑主如武定君 树日 赴海安远 十一月 穆子说 淑主以监视中王宗愁为山南节度使 西北面都昭讨 行银安府使 天雄节度使 同平章是王宗愈 永宁君使王宗愿 左神永君使王宗信为三招逃以赴之 将兵伐其 初故官 必于贤疑 入梁园 丁有 王宗愁攻隆州 其王自将万五千人屯千阳 鬼卯 蜀江陈燕威出散官 带其兵于剑阔岭 蜀兵时尽 隐还 宗愈屯秦州 宗愁 屯上归 宗宴 宗信屯威武城 耕虚 蜀主发安远城 十二月 耕申 智利州 浪州团练使 林斯厄来朝 请兴所致 从之 鬼亥 梵江而下 龙州化阁 辉映江主 周县公办 民史仇愿 人申 智浪州 周明和康女色美 江架 孰主取之 似其夫家伯百匹 夫一痛儿足 鬼卫 至紫州 赵王荣自是磊氏振成德 德赵人心 生长富贵 雍荣自益 至辅地远找 及一时之盛 多事西游 不侵正事 事皆养成于辽佐 身居辅地 权宜左右 行君司马里 矮 患者李鸿归用事于中外 患者石西蒙有遗产于德性 初 留人公使牙江张文里 从其子守闻镇苍州 守闻亦幽州省其父 文里于后聚城作乱 苍人讨之 苍人讨之 奔镇州 文里好夸淡 自言之兵 岳王荣其之 杨以为子 更名德明 西以君士为之 德明将行迎兵从晋王 荣誉既以复兴 使都指挥使福席代还 以为防成使 荣晚年好是佛籍求仙 专讲佛经 受福禄 广斋教 和炼仙丹 盛事管雨于西山 美罔游之 登山临水 数月方归 江左氏族陪从者 长不下万人 往来宫顿 君民皆苦之 世月 自西山环 宿湖盈庄 石西蒙劝王妇之他所 李鸿归言于王曰 晋王家和雪战 智风暮雨 亲茂史时 而王专以公军之 自奉不及之费 且十方艰难 人心难测 王九须府地 远出游从 万一有奸人为辩 闭关相聚 江若之河 王将归 西蒙密言于王曰 红归望生猜奸 朱不逊于以截邪王 专欲夸大于外 常微福尔 王岁流 信素无归制 红归乃教内衙都将苏汉横率亲军 换甲拔刃 义仗前白王曰 士族暴露已久 愿从王归 红归因尽言曰 石西蒙劝王犹从不已 且闻欲阴谋为逆 请诸之以谢众 王不听 牙兵遂大造 展西蒙守 素于前 王怒且聚 及归府 士兮 遣其长子赴大使昭作与王得明将兵为宏归及离矮之地 足诸之 连作者数十家 又杀苏汉横 收齐党羽 穷智反壮 亲军大孔 无精灵成成 以燕签上费用策籍 徐温曰 无济人工 不赴会计 西坟之 书 敏王沈之成至嘉齐从子泉州赐使 延宾领平庐节度使 延宾至泉州十七年 利民安之 惠得白禄及子之 僧浩元以为王者之福 延宾由氏交纵 密前使福海入贡 求为泉州节度使 士绝 沈之诸浩元及其党 处延宾归私地 汉主延前使通好与蜀 吴月王刘前使为其子传秀求婚与楚 楚王殷许之 君王夏隆德元年 新四 公元九二一年 春 正月 甲午 书主还成都 书 书主之为太子 高祖为聘兵部尚书高之严女为妃 吴宠 即为妃入宫 由建书伯 致是浅还家 之严 经蒲 不识儿族 为妃者 徐庚之孙也 有书色 书主是徐氏 见而悦之 太后依纳于后宫 属主不欲娶于母族 颇云为昭渡之孙 初为劫于 磊家缘非 属主常列颈部障 基求其中 往往远是而外人不知 若诸香 昼夜不觉 久而宴之 更若造假以乱其器 节增为山 即宫殿楼关于其上 或为风于所败 则更以心者一知 或乐隐增山 涉寻不下 山前川渠通尽中 或乘船夜归 令宫女丙蜡锯迁于居前船 却立照之 水面如昼 或酣于尽中 谷吹沸腾 以至达旦 以世未尝 贾臣 喜静盛节度使 温昭图为匡国节度使 镇许昌 昭图素是赵言 顾得名番 属主 吴竹吕以书劝晋王称帝 晋王以书是辽左曰 西王太师亦常宜先王书 劝以堂是以王 一字帝一方 先王宇于云 西天子姓石门 无发兵诸贼臣 荡势之时 威震天下 无若携天子聚观中 自作九西禅文 谁能尽我 故无家世忠孝 立功帝世 誓死不为耳 辱他日当物以赴堂设计为心 甚物孝此草所为 言犹在尔 此亦非 所感闻也 因弃 继而将左即翻阵劝尽不已 乃令有私事玉造法物 皇朝之破长安也 卫周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 藏之四十年 智世 传真以为常玉 将玉之 获时之 约 传国宝也 传真乃一行台县之 将左接奉商称赫 张承夜在晋阳闻之 亦为周建约 吾王世事忠于唐氏 就其患难 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俊时才赴 赵捕兵马 誓灭逆贼 赴本朝宗舍尔 金河北府定 诸世尚存 而王俱吉大卫 淑妃从来征伐之意 天下其谁不解体 忽 王和不先灭诸世 赴列圣之身仇 然后求唐后而立之 南取吾 西取蜀 炫嫂与内 何为一家 荡世之时 虽始高宜 太宗复生 谁敢居王上者 让之欲久则得之欲兼矣 老奴之志无他 但已受先王大恩 欲为王历万年之基尔 王曰 此非于所愿 奈群下义和 成夜之不可止 痛哭曰 诸侯雪战 本为唐家 金王自取之 勿老奴以 吉归晋阳义 成吉 不负起 二月 吴改元顺义 赵王继杀李洪规 李矮 伟正于其子昭作 昭作性交臂 既得大权 向十父洪规者皆足之 洪规步兵五百人欲逃 据其偶语 未知所知 惠诸君有给赐 赵王绸亲君之沙时西蒙 独不识语 众议句 王德明素须意志 因其句而积之曰 王命我尽坑耳曹 无念耳曹无罪并命 欲从王命则不忍 不忍又获罪于王 奈何 乃何 众皆赶气 世西 亲君有素于谭成西门者 相语饮酒而谋之 久憨 其中消贱者曰 吴曹时王太保义 今夕富贵决以 急于成入 赵王方坟相授禄 二人断其手而出 因坟 府帝 君孝张有顺率众意德明帝 请为刘后 德明父姓名曰张文礼 见灭王室之族 独至昭作之妻普宁公主已自托于梁 三月 无人归无队 王刘从帝龙无统君亦于前唐 刘亦归无将李韬于广陵 徐温以韬为右雄无统君 刘亦亦为镇海节度复始 张文礼前使告乱于晋王 且奉奸劝静 因求节月 晋王方至酒作乐 闻之 头悲悲弃 欲讨之 辽佐以为文礼最成大 然无方与梁争 不可更立敌于肘叶 以且从其情已安之 王不得已 下 四月 遣节度判官卢至成至寿文礼成德留后 陈州赐使惠王有能返 举兵去大梁 赵陕州留后获燕威 宣计节度使王艳章 控赫指挥使张汉杰将冰讨之 有能至陈流 兵败 走海陈州 诸君为之 五月 丙须朔 改元 书 留寻与朱有千为婚 寻之寿赵陶有千也 至闪州 先前使遗书 欲以获福 待之月于 有千不从 然后进兵 尹号 断宁宿祭寻 阴赠之于帝曰 寻斗六仰寇 彼四元兵 帝信之 寻祭拜归 以及请解兵禀 赵听于 西都旧一 命令留守张宗市镇之 丁亥 足 六月 以卯朔 日有时之 秋 七月 惠王有能将 庚子 赵舍其死 将封房灵侯 敬王继许帆阵之请 求唐旧臣 欲以备百官 朱有千遣前礼部 上书苏寻一行台 寻至魏州 入衙城 望府谢吉拜 未知拜殿 见王呼万岁无岛 戏而称臣 亦日 又献大笔三十枚 未知化日笔 王大喜 即命寻以本官为河东节度赴使 张承夜深勿之 张文礼虽受尽命 内不自安 父遣兼使因卢文尽求 源于契与 又遣兼使来告曰 王室为乱兵所图 公主无恙 臣以北照契丹 起朝廷发金甲万人相助 自得 地度和 则尽人顿逃不暇矣 第一位诀 静详曰 陛下不诚此信以赴河北 则尽人不可覆破矣 一讯其请 不可施也 照 张备皆曰 金墙寇静在河上 尽无兵力以拒之 由拒不知 何侠分万人以救张文礼乎 且文礼坐持两端 欲以自顾 于我和立焉 地乃指 静人屡于赛上集合金或文礼腊完卷书 静王皆前使归之 文礼残聚 文礼寄照顾将 多所诛灭 扶习将照兵万人从静王再得胜 文礼请照归 以他将待之 且以习子盟为都督府参军 遣人积前伯劳行营将士已跃之 习见晋王 气体请留 晋王曰 无与赵王同盟讨贼 亦有骨肉 不亦一旦或生走夜 无成痛之 如苟不忘旧君 能为之父仇乎 无以冰凉注辱 西语不将三十余人举身投地痛哭曰 故使受洗等剑 使之壤除扣笛 自闻变故以来 冤愤无素 欲引荐自井 故无异于死者 今大王念故使辅佐之秦 许之父 冤 习等不敢凡罢府之兵 愿以所不敬前博取凶术 以报王室累世之恩 此不恨已 八月 更申 晋王以习为成德留后 又命天平节度使严保 向周刺时使剑堂将兵注之 自行明而北 闻里先并赴居 甲子 进兵拔赵州 刺使王挺将 晋王赴已为刺使 闻里闻之 京聚而足 其子处紧密不发丧 与其党韩正时谋犀利俱进 九月 进兵度忽陀 为震州 决草取以贯之 获其申州赐使张有顺 人臣 使剑堂中留始族 晋王欲自分兵攻震州 北面昭 陶使代思远闻之 谋西阳村之众习得圣北城 晋王得良将者 知之 东 十月 己卫 晋王命里四元扶兵于七城 里存审屯得胜 先以其兵幼之 为氏雷妾 良兵静进 晋王言中均已待之 良兵志 晋王以铁骑三千奋机 良兵大败 思远走去阳村 士族为晋兵所杀伤及自相倒戒 坠合献兵 师王二万余人 晋王以李四元为凡汉内外马部副总管 同平章是 书 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储职位有子 妖人李应之得小儿刘云郎于行义 以以储职约 双隐号 誓而有贵相 使养为子 明之约都 吉壮 田宁多诈 处职爱之 至心君 十点之 处职有孽子欲 无宠 奔进 晋王刻用以女妻之 累迁至新洲团恋使 与子皆幼 处职以兜为节度复大使 欲以为四 即晋王存续讨章纹理 处职以平日阵 定相为纯齿 孔阵王而定孤 顾见 以为方欲良寇 且仪设纹理 晋王达以闻李侍君 亦不可设 又前引良兵 孔于亦定亦不利 处职患之 以新洲地灵契丹 乃浅浅人于玉 使鹿契丹 照令犯塞 不以解镇周知 唯 其将左多见 不听 欲塑及都冒迹其宗 乃妖处职求为四 处职许之 君辅之人皆不欲照弃丹 都亦律欲夺其处 乃因与疏立和昭训谋解处职 慧处职与张文礼使者 艳于成东 目归 都以新君数百福于府地 大造节之 曰 将士不予以承照弃丹 请令公归西地 乃并其妻妾幽知西地 晋杀处职子孙在中山即将所知为处职复心者 都自为留后 聚以壮白晋王 晋王因矣都带处职 吴徐温劝吴王寺南郊 或曰 礼月未被且唐寺南郊 其吠 聚万 今未能伴也 温曰 安有王者而不是天忽 吴闻是天贵城 多吠何为 唐美郊寺 启南门 冠其书用之百狐 此乃既是奢太之弊 又安祖法乎 甲子 吴王寺南郊 贵以太祖 以丑 大赦 嘉徐之告同平章事 领江州观察史 徐以江州为凤化君 以之告领节度史 徐温文寿州团练史崔太初科查师民心 欲征之 徐之告曰 寿州鞭于大赦 征之恐为变 不若使其入朝 阴流之 温怒曰 亦催太初不能治 如他人和 真为又雄武大将 君 十一月 晋王时李存审 李四元首得胜 自江兵宫镇州 张除锦谴其帝处其 幕僚其简谢罪请服 晋王不许 晋瑞公之 徐日不克 处锦使韩正时将千旗突围出 去定州 欲求救于王储职 进兵追至行堂 斩之 契丹主祭许卢文尽出兵 王玉又说之曰 镇州美女如云 金箔如山 天皇王素网 则皆己物也 不然 魏晋王所有以 弃丹主以为人 西发所有之众而难 树律后建约 吾有西楼养马之父 其乐不可胜穷也 何必劳师远 山已成微教利乎 吴闻晋王用兵 天下莫敌 颇有威败 悔之何疾 契丹主不听 十二月 新卫 攻幽州 李绍红应成自首 契丹长驱而难 围桌州 徐日拔之 秦赐十里四壁 进攻定州 王都告急于晋 晋王自镇州将亲军武迁就之 遣神武都指挥使 王司同将兵树狼山之 难以拒之 高继昌前都指挥使 尼可福以足万人 修江陵外国 继昌行事 则攻城之慢 仗之 继昌女为可福子之禁父 季昌为其女曰 归于汝旧 无欲微众半世耳 以白金树 白两仪之 誓岁 汉以上书 左成尼鼠同平章是 臣 迅满亲楚 楚宁远节度 赋使摇燕章讨平之 君王夏隆德二年 仁武 公元九二年 春 正月 仁武朔 王都省王储职于西地 处职奋全欧其凶 曰 逆贼 我何富于汝 既无兵刃 将是其笔 都彻妹豁免 为己 处职忧愤而足 甲武 晋王至新城南 后其白契丹前封肃心乐 射沙和尔南 将是皆失色 士族有王去者 主将斩之不能止 诸将皆曰曰 鲁清国而来 无众寡不敌 又闻良寇内卿 以且还是为周已就根本 或请视镇州之为 昔入井行碧之 晋王犹豫未绝 中门使郭重涛曰 契丹为王欲所又 本力获财而来 非能救镇州之极难也 王心破良兵 威震仪 下 契丹闻王至 心举契所 苟措其前锋 顿走必已 李四昭自鹿州至 易曰 今强敌在前 无有进无退 不可轻动以摇人心 晋王曰 帝王之心 自有天命 契丹其如我何 无以数万之众平定山东 今欲此小鲁而避之 何面目以临四海 乃自帅铁骑五千仙境 至新城北 半出桑林 契丹万于其见之 经走 晋王分君为二主之 行数十礼 或契丹主之子 十沙和桥侠兵勃 契丹献逆死者慎重 世西 晋王素心乐 契丹主车仗在定州城下 败兵至 契丹举重退保望都 晋王至定州 望都营业于马前 燕与府地 请以爱女妻王子祭吉 不须 晋王引兵去望都 契丹逆战 晋王以清军千奇先进 欲西求突内五千奇 为其所为 晋王立战 出入数四 自武至深不解 李四昭文之 银三百奇 横击之 鲁退 王乃得出 因纵兵奋机 契丹大败 逐北至义州 会大雪迷寻 平地树齿 契丹人马无实 死者相属于道 契丹逐举首指天 为卢文尽约 天位令我至此 乃北归 晋王引兵涅之 随其行止 见其也夙之所 不搞余地 回环方正 皆如边检 虽去 无意之乱者 探约 鲁用法言乃能如是 中国所不及也 晋王至幽州 十二百奇念契丹之后 约 鲁出尽即还 其是永追击之 昔为所勤 为两奇自他道走勉 契丹主则王 欲 直之已归 自是不听其谋 近代周次使 李四公将兵定归 如 五等州 授山北都团练使 晋王之北宫镇周也 李存审为李四元曰 良人闻我在南兵少 不公得胜 必袭卫州 无二人据与此何为 不若分君备之 遂分君屯禅州 待四元果西洋村之 众去卫州 四元引兵先知 君于敌宫此下 遣人告卫州 始为之备 四元之未殿 四元潜其将十万全将其兵挑战 四元之有备 乃西度还水 拔成安 大略而还 又将兵五万公得胜北城 众 欠傅祸磊 断其出入 昼夜急功之 李存审西立聚首 晋王闻得胜世威 二月 自幽州赋之 五日至魏州 四元闻之 烧银顿还阳村 孰主好为威行 九四 畅家闻所不道 恶人时之 乃下令市民皆著大财茂 近天平节度 始监世中 严保住雷以为震州 绝乎妥水还之 内外断绝 城中时尽 禀武 遣五百余人出求时 保纵其出 御浮兵取之 其人遂功常为 保清之 不违背 额数千人寄至 朱军未及 朕人遂坏常为而出 纵火攻保营 保不能 去 退保赵州 朕人惜毁尽之盈磊 取其除处 数日不尽 近王闻之 以朝一节度 始监中书令李四朝为北面昭陶使 以代保 下 四月 蜀军使王成刚女降架 蜀主取之入宫 成刚请之 蜀主怒 流于茂州 女文妇得罪 自杀 假虚 张除锦遣兵千人 银梁于九门 李四朝涉服于故营 妖姬之 杀祸殆尽 于五人溺于强须间 四朝还马而射之 镇兵发始终其脑 四朝服中始进 把始于脑已射之 亦发而易 惠日暮 还淫 创流血不止 世西 族 近王闻之 不欲酒肉者累日 四朝一命 西已则 陆兵兽节度 判官任还 使都诸军攻郑州 号令如一 镇人不知四朝知死 元 三元人也 晋王以天雄马步都指挥使 镇五节度 施礼存尽为北面昭陶使 命四朝诸子护丧归藏晋阳 其子既能不受命 率赴崖兵数千 自行迎雍藏归陆州 晋王前母帝存卧持其追欲之 兄弟聚愤 欲杀存卧 存卧逃归 四朝七子 祭仇 祭涛 祭达 祭忠 祭能 祭习 祭远 祭远 祭仇为泽州刺史 当席爵 素懦弱 祭 涛兄角 求祭仇于别是 乍令士族解己为留后 祭涛阳让 以示白晋王 晋王以用兵放音 不得已 改昭义军约安逸 以祭涛为留后 严保残分 居发于被 甲虚族 汉主言用数者言 由美口镇必栽 其地既敏之西比 敏将亡言美将并席之 未知数十里 真者告知 严顿陶锦免 五月 已有 晋里存晋至震州 迎于东元度 加乎陀水为累 晋为周刺史 里存如 本姓杨 名婆儿 以排忧德姓于晋王 颇有履历 晋王赐姓名 以 未刺史 至世头脸 房城足阶正月刻纵归 八月 庄宅时段 宁与部军都指挥 使蟑螂引兵夜渡何席之 结旦登城 直存如 遂克魏州 待思远又与宁攻陷其门 共城 新乡 于是禅州之西 乡州之南 皆为梁有 晋人师君储三之一 梁军赴 必以张朗为魏州刺史 朗 徐州人也 九月 勿银朔 张除锦使其地处 求成里存晋无备 将兵七千人掩至东元度 时禁之其兵异向郑州城下 两步相遇 镇兵即存进营门 存进狼狈引识余人斗鱼桥上 镇兵退 禁其兵断其后 夹击之 镇兵殆尽 存进一战末 镇王以帆汉马步总管理存审为北面昭陶使 镇州时竭力进 处锦前使一行台请降 未报 存审兵至城下 禀五夜 城中将理在封围内应 密头坠以纳进兵 禁明必登 知处锦兄弟家人及其党高盟 礼柱 旗简送行台 照人皆请而使之 折张文礼施于是 赵王故事者得赵王遗孩于灰尽中 镜王命继而葬之 以赵将福袭为成德节度使 乌镇为赵周次使 赵人珍为申周次使 礼在封围 镇 信都人 也 扶习不敢当成德 词曰 故事无后而未葬 习当斩衰以葬之 四礼必听命 祭葬 即一行台 赵人请晋王兼领成德节度使 从之 晋王歌相 为二周制一名君 以习为节度使 习此曰 为伯罢父 不可分也 愿得河南一阵 习自取之 乃以为天平节度使 东南面昭陶使 家里存审监逝中 十一月 悟淫 靖特近 河东监军使张成业族 曹太夫人义其地 为之行福 如子执之礼 晋王闻其丧 不时者磊日 命河东留守 判官合赞 代之河东军府是 十二月 晋王已为伯观察判官 晋阳张县兼镇纪观察判官 全镇州军府是 为州税多不付 晋王已让思路纪因照纪粮 晋粮曰 殿下何时当平河南 王怒曰 辱职在都税 职之不休 何敢欲我君事 晋粮对曰 殿下方谋攻取而不爱百姓 一旦百姓离心 恐何北亦非殿下之有 黄河南乎 王岳 谢之 自恃众之 美玉谋义 嗜岁 契丹改元天赞 大方王公义 性残忍 海军统帅王剑杀之 自立 父 称高丽王 以开州为东京 平壤为西京 见简约宽厚 国人安之 上一章 火山不开诞 bul第一 郎修压 条小与好的 拇下